今天我跟大家讲到温家宝总理的诗 我也顺着这首诗起这个题目 就仰望星空的时候 其实不仅是温家宝总理有这样的情怀 就是科学家们 思想家们 艺术家们 都有这样的情怀 有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叫康德 他曾经说过 我对什么事我都不惊奇 唯有两件事让我惊奇 一件事就是当我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 我不知道那些星星是从哪里来的 第二件事 当我低头发现我里面有一个良心的时候 我不知道我的良心是从哪里来的 良心是绝对的命令 当良心说了话 人是不能否定的 你否定了就是没良心 就是昧着良心 这是哲学家 那么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 当他仰望星空的时候 他想起什么呢 我在普林斯顿大学 我看到那墙上挂了很多爱因斯坦的语录 因为他的后半生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度过的 其中有一段语录说 我相信任何一个严肃的科学家 他看到宇宙如此的深奥而和谐 他不可能不联想到上帝 这是伟大的科学家 那么伟大的艺术家 诗人他们赞美星空的话就更多了 圣经诗篇第八篇里边 那个很著名的诗句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 和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 便说人算什么 你竟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 你竟眷顾他 基督徒都会背这个诗篇的 所以不管是政治家 这个思想家 科学家 艺术家 当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 都会有无穷的遐想 其实就是我们普通人 我记得我小时候 躺在打卖场上 望着天上的星星 想着 这个想入飞飞 这星星到底有多大 星星背后是什么 所以人总有一颗好奇的心 这是上帝放在我们心中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 生活压力越来越大 我们就不再有那样无穷的遐想 我们就开始很务实 就像鸡一样 开始找地上的吃的 再也不能往天上看了 这是人的堕落 但是我们知道 哲学科学 宗教 人类这些东西都是在追求 那个星空背后的奥秘 星空背后的奥秘 我们人真的可以了解吗 我们人类一直在追求 人类有三求 当然人类有很多追求了 但是正当的追求有三样 第一样是什么 求知 整个人类从各个领域都在探索真理 都想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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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的找原因 亚里士多德最后说 你就找吧 找到最后一定有一个最初的原因 叫第一因 它是没有原因的 他把它叫做第一推动力 第一推动力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哲学科学都在求知 我们个人也是一样 我们从小就念书 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 我们也在求知 但是我想跟大家讲的 求知的结果是什么 大家都看到了 求知的结果是你越求 你越发现自己无知 对不对 那个是谁 苏格拉底 古希腊的哲学家 最著名的 他说了一句话 说你们知道的越多 就会发现你们知道的越少 这句话是真的 一个小学生 刚上小学的时候 他会很自豪 他的老师 我的女儿就这样 他上一年级的时候回家说 哎呀 我的老师懂得真多呀 他不仅知道一加一等二 还知道一加二等三呢 问他长大了做什么 他说我长大了就当一年级老师 特别自豪 等我们的知识越来越多 中学大学到研究生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学的多了 发现我们懂得少了 到了博士 我常常讲这个事情 你们知道博士 博士就是知道的很多的意思 对不对 但是你写博士论文 要写的很窄 某个时代的 某个作家的 某部作品的某一方面 越窄越好 所以我常常讲 博士不是博士 博士都是窄士 那么人类也是一样 人类我们从古代的 蒙昧的时代 一直到现代 我们现代科学 那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是知道的多了 可是我们知道的 就知道的更少了 为什么 原来我们以为地球是平的 天上有个大锅盖 扎了好多眼 星星 天方夜谭嘛 那个印度人更聪明 说大地是一块大石板 大土地 然后下面有个乌龟在驮着 那人们问印度人 那个乌龟站在哪呢 他说乌龟下面还有一个乌龟啊 说下面那个乌龟在哪了 说下面还有呢 这不停的 都是乌龟 一个驮一个 一个驮一个 最上面是我们人类地球啊 听起来好笑吧 但是Steven Hawking 叫霍金 那个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 一些当代最著名的物理学家 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 他说 我们现代科学的发现 其实不比古印度人的想象聪明 现在发现什么了呢 现在发现整个宇宙 是一次大爆炸炸出来的 在这次大爆炸之前 啥都没有 这个一炸就炸的 啥都有了 而且这个炸的时间是极短 叫普朗克时间 什么叫普朗克时间呢 就是亿万分之一秒 叫十的 负三十四方分之一秒 就是在十后面 加三十个零 画一横 上面分之一秒 那么短的时间 宇宙出现了 时间出现了 空间出现了 规律出现了 万有引力的定律生效了 然后一等于mc的平方 相对论的公式生效了 什么都有了 在这之前什么都没有 好 这就是最新的科学发现啊 当你发现了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是更明白了呢 还是更糊涂了 比古印度人还糊涂 所以霍金说的真清楚 他说普朗克时间 宇宙大爆炸的那一瞬间 和在那之前 我们人类永远无法研究 我们人类的智慧 在那通通失效 因为那什么都没有 无中生有 这就是科学最新的发现 中国古人叫无中生有 就是胡说八道的意思 无中怎么能生有呢 处女怎么能生孩子呢 耶稣怎么能死而复活生天呢 你看看宇宙吧 宇宙就这么来的 我常常讲 是宇宙大爆炸容易呢 还是玛利亚处女生耶稣容易 稍微一想就明白 玛利亚生耶稣 不管怎么着 还有个玛利亚呢 而且生下来的只是一个人而已 宇宙大爆炸 是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 突然产生了整个宇宙 你怎么解释 这就叫科学 科学现在比圣经更神秘 所以求知的结果是什么 求知的结果让我们谦卑 越知道的多 他就越谦卑 对不对 那个麦子 长啊长啊 长得熟了 就弯下腰了 对不对 人也是这样 随着知识的进步 越来越谦卑 我发现 我们发现第一流的科学家 都是谦卑的 他们当中很多是基督徒 信耶稣 像加利略 哥白尼 牛顿 爱因斯坦虽然不是基督徒 但是他是犹太人 他是有神论的 越是我们二流三流的 我们用科学反对信仰 这是科学摸到了自己的边界 他们发现科学的边界外面一定还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人类求知啊 求知啊 求知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发现我们越来越无知 我们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有一个说法叫做今天认识一点 明天认识一点 最后总有一天我们会认识全部的真理 相对真理的总和等于绝对真理 对不对啊 你们说对不对啊 你们还拿不定主意 我告诉大家 不对 你今天认识一点 明天认识一点 加起来还是一点 而且是更小的一点 像一条船 顺着长江往下游 今天有一点 明天有一点 后天有一点 最后游到太平洋里去了 你会发现你是不是更渺小了 更渺小了 相对真理的总和还是相对真理 你沿着一条直线 叫一度空间吗 一维空间 你不停的找下去 能找到两度空间吗 找不到 你沿着两度空间的平面 不停的四面八方的找下去 能找到三度空间的立体吗 找不到 同样 你在三度空间里边 找来找去 找来找去 你能找到上帝吗 你找不到 你找不到 我们人是有限的 神是无限的 所以人求知 什么知识都可以求 但是你要想知道 整个宇宙背后的奥秘 是不可能的 今天我不能跟大家多讲这个 我是学哲学的 我学了半辈子哲学 今天那个中文广播电台 叫我去谈一个小时 就谈这些东西 你们相信我 我不骗你们 所谓第一流的科学家 第一流的思想家们 他们都知道自己的限度 他们之所以聪明 聪明就在于知道自己的聪明 那个界限在哪里 他们知道人是有限的 他们知道我们该知道什么 不该知道什么 这就是最伟大的 对不对 知之者 怎么着 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知也 孔子把话说绝了 我们现在人就是骄傲 什么骄傲 我什么都知 甚至讨论上帝 我们都辩论一番 你怎么能辩论 我没有上帝这件事啊 我们很多大陆来的就会辩论 当然台湾来的也会辩 但是他辩不过大陆来的 因为我们从小就锻炼这个辩论的 辩什么呢 有些事不改变 夫妻之间在家里也是一样 不要什么事都辩 辩是辩不清的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知之之也就完了 你多说点不知道 比什么都好 你多说点 I'm sorry 比什么都好 多说点对不起 比什么都好 比什么都是 I know 那小孩就没上学的小孩才这样 I know I know 什么他都闹 人类就是这样 骄傲 所以圣经上讲 亚当夏娃 为什么犯了原罪 什么叫原罪 原罪不是杀人放火 不是偷盗奸淫 原罪是吃了分别善恶的知识果 吃了这个果子会怎么样呢 蛇对夏娃说 你吃的日子 眼睛就亮了 你就能像神一样分别善恶 注意啊 这三句话 第一眼睛就亮了 亮到什么程度呢 像神一样亮 干啥呢 专门分别人的善恶 夏娃一听好啊 哪有这么好的事啊 我能像神一样 摘下来就吃了 吃了以后 就是我们人类现在的光景 个个像神一样 丈夫像神 眼睛血亮 分太太的善恶 太太亮的像神一样 分丈夫的善恶 这个国民党像神一样 分民进党的善恶 反过来也是一样 美国像神一样 分伊拉克 伊拉克像神一样 分美国 每个人都跟上神一样 所以我有时候跟朋友们 讲上帝的事 讲神的事 讲啥呀 他就是神 我们常常说 你说有神 证明给我看 如果说服了我 我就信 你知道这是什么态度吗 这是亚当夏娃的态度 我的眼睛是亮的 我像神一样 你说还有个神 通过我这一关 我批准了他 他就是神 我的知识不批准 他就不是神 可是朋友们 你们知道我们的知识 多么有限吗 我们连太阳系都没出去 整个人类 而宇宙里 银河系里边 就有一千亿个太阳 而整个宇宙 又有一千亿个银河系 一千亿乘以一千亿 是多少 那比中国的外汇 储备还多呢 你知道 不得了 我们像个灰尘一样 我们的太阳系 就是个灰尘 你在整个银河系 还是什么 然后在整个宇宙 我们算什么 我们真的 没有能力知道 宇宙背后的奥秘 我们不知道 我们是被上帝用鞭子 赶到地球上 吃草的一群羊 那我们在地球上 生活的时候 一切一切都是靠上帝养育的 对不对 阳光空气 雨水大地 植物动物 矿产资源 男男女女 良辰美景 有哪一样 不是上帝 预先给我们安排好了 我们被动的住在这里 有哪一样 是我们自己造的 有哪一样 是我们提出要求 上帝啊 你给我造空气吧 No 你们有时候想想 什么叫大自然 大自然就是母亲的怀抱 母亲生孩子怎么生啊 母亲生孩子的时候 都是把孩子要用的东西 全准备好 对不对 小床 小车 衣服 尿布 奶瓶 甚至玩具 都准备好 最后生孩子 孩子一来 就什么都有了 我们人在地球上 不也是这样吗 上帝第六天造人 前五天 把什么都给你造好了 光 气 水 植物 动物 什么都准备好了 最后造人 人一来 什么都有了 这是不是爱啊 这是生孩子的顺序啊 这是母亲的爱啊 我们人 我原来是个无神论者 在北京的时候 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我是读马克思主义哲学 博士研究生 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当政工干部 当了十二年 我是党支部书记 发展过好多党员的 我告诉大家 我从小受的是无神论教育 跟你们很多人一样 但是真正到了美国 在普林斯顿大学 我才接触到什么叫有神论 我一接触 我就发现 有神论比无神论 更合乎理性 更合乎科学 更合乎我们所生存的事实 难怪凡是现代化的国家 都是基督教文明的国家 你看欧洲 北美 美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新西兰 对不对 其他的回教的国家 你们知道是什么国家 都是阿拉伯国家 佛教的 印度教的 你们都知道 印度缅甸 泰国 然后无神论的中国 咱们为什么中国人 这个无神论的人都喜欢往基督教文明的国家来留学 定居 拿捋卡 你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呆在你无神论的国家 而且你出国 你为什么不去回教国家 你为什么不去印度 缅甸泰国 所以不管你信不信耶稣 你不知不觉已经受了耶稣的恩惠 所以人类的第一个求是求知 但是我们求知却求不到 我们自以为知却不知道 人要谦卑 谦卑是人的本分 我们是被动的 我们是被造的 我们是被养育的 我们是渺小的 我们是短暂的 当我们的大话还没说完 我们已经咽气了 地球照样转 什么这人生越来越成熟 一个成熟的人 就是一个谦卑的人 真的是这样 我现在体会到 人过五十 你就会发现 像下坡 出入入入就下去了 还有什么可骄傲的 这是第一 求知的结果 让我们越来越谦卑 越来越发现我们无知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 你因敌人的缘故 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 建立了等力 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 并你所陈设的月亮 星宿 便说 人算什么 你竟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 你竟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 并赐他荣耀 尊贵为冠冕 风声不断 天苍苍无不散 残火百流一片惨淡 飞绝古山万里 要看不清 不觉寒将烟 我无从影 尽头海浪无人问 孤独凡 千古时到无人欢 山穷水尽已无路不可行 不如归去如何归去 天地之间生来之彼 你可曾知道 主爱永不知心 天地之间道义成人 你可以不再人世间沉沦 天地之间旧恩义成 你可曾知道 生命可以永恒 天地之间不再有道 你可以回家拥有 快乐的天堂 尽头海浪无人问 孤独凡 千古时到无人欢 尽头海浪无人问 山穷水尽已无路不可行 不如归去如何归去 天地之间生来之彼 你可曾知道 主爱永不知心 天地之间生来之彼 天地之间道义成人 你可以不再人世间沉沦 天地之间旧恩义成 你可曾知道 生命可以永恒 天地之间不再有道 你可以回家拥有 快乐的天堂 天地之间生来之彼 天地之间生来之彼 你可曾知道 主爱永不知心 天地之间道义成人 天地之间道义成人 你可以不再人世间沉沦 天地之间旧恩义成人 你可曾知道生命可以永恒 天地之间不再游荡 你可以回家拥有快乐的天堂 天地之间不再游荡 你可以回家拥有快乐的天堂 你派它管理你手所造的 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 田野的兽 空中的鸟 海里的鱼 繁金海盗的都浮在它的脚下 耶和华 我们的主啊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